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昨天啊,咱们说了两支啊,清朝时候驻京八旗的特种部队 这虎枪营和扇扑营啊,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两支部队没参加过任何战争 都是围着皇上身边转了 您就比方说,这虎枪营吧 它是专门跟着皇帝啊,出行打猎 然后啊,替皇上寻找追踪捕猎捕杀大型动物的 扇扑营呢,个顶个的都是摔跤的高手 每个人啊,都身怀决意 说白了呀,那身上啊,都有徒手技技能杀人的本事 就是这么一支骁勇的部队啊 它也是作为皇帝家的高级玩物存在的 平时一旦这皇上老爷子闲下来 就竹成队啊,给皇上表演这个布酷戏 也就是摔跤啊 每年一进夏天,这蒙古王宫啊 来到北京,或者是啊,来到这避暑山庄 朝贺天子的时候 这些个扇扑营的扑户啊,算是有正经差事了 他们就和这蒙古王宫带来的这个蒙古历史啊 进行摔跤比赛 当然了,那是友谊比赛 可是这扇扑营是天子手底下的摔跤部队啊 那必须得赢啊 这皇上在上面一看,自个儿的小子们摔赢了 哈哈一乐,那天晚上啊,多吃俩窝头 要说这虎枪营,扇扑营 那在功夫上啊,个挺个的那真是高手 可是啊,这点手艺算是严谨了 成了今天啊,咱们开玩笑的特种部队了 也就是这皇上的玩玩意儿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就得说两支 真正能打仗,打过仗的部队了 什么部队啊 第一支要说的部队啊,是云提兵 也叫做剑瑞营,剑瑞营的操演厂和住房地啊 都在西山,准确的说呢,就在香山附近 很多时候啊,又被称作西山剑瑞营 您现在去香山附近呢,还能找到 剑瑞营的演舞厅和训练用的碉楼 哎,您看这小碉楼啊,那可都是正经前龙年的建筑 并且啊,它是军事设施 那它到底是什么军事设施,怎么个训练项目啊 咱们一会儿再说 有人说你说错了吧,那是不是叫锐剑营啊 西山锐剑营吗 管这支部队称呼为锐剑营的 那一定是啊,让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带勾里去了 在那部戏里啊,几次提到过这剑瑞营 不过那里边的演员呢,总是念成西山锐剑营 不对啊,这些好朋友得纠正过来 那绝对是念建锐营,不念锐剑营 有人说不对啊,这清代的时候八旗兵不都住在城里吗 这支部队怎么住在西山了呢 哎,这就涉及到了今天咱们另外一个话题 城外三营 有人说我知道我知道,这城外三营啊 就是西山锐剑营,丰台大营,还有古北口大营 哎,我不是说了吗 您不能啊,让这雍正王朝这电视剧带勾气 合着您一个也没说对 刚才咱们说了啊,那支部队啊,叫剑瑞营 您如果说这个西山剑瑞营,那您算说对一个 古北口住房八旗,它并不是京师住房八旗 它算是京基住房军 虽然他们都属于八旗禁旅 也就是北京城的住房八旗兵 但是啊,它并不是一个管理体系 关于这个京基住房啊 咱们讲完京师住房之后 咱们就会讲,您别着急 那么丰台大营呢,这不也是在城外吗 哎,这个嘛,这其实啊 这丰台大营有没有都是一回事 有的学者就说呀,这丰台大营啊,肯定有 住军好几万人呢 哎,也有说呀,是住六千人的 丰台大营啊,火枪兵 马甲布甲都有 这种说法让我听来啊,首先它就有两个漏洞 其一呢,清代早期的时候 确实没有可能在城外住房八旗兵 这城外的概念呀,说的可都不是整个北京城 说的就是内城 清初的时候,在南城都没有八旗的兵营 更何况说是封台了呀 再有一个漏洞呢,就是据我所知 这八旗兵中的火枪兵和这个马甲布甲是分开建营的 他们分别是火旗营,萧旗营和布军营 说这些个兵种要是一起在封台扎个大营 我认为是绝没有可能的 再有一点呢,乾隆以后在清代的官书史料当中啊 提到的城外三营就没有封台大营 那咱们在这儿啊,也揭晓一下 它都是什么呀 那就是建锐营,外火旗营和圆明园八旗护军 那么皇上为什么要在西山地区建立这么一支部队呢 就是为了练兵 就这西山这个山势啊,好练云梯兵 这练云梯兵干什么呀 那呀,可就是我说着您听听,在想当初了 乾隆十一年,在中国的西部啊,有这么个地方 从四川进西藏的重要阴侯通道 叫大小金川地区 您看咱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故事 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哎,就在那个附近 还有那个,康定流流的城友 离这儿也不远 他们呀,都是藏族 大小金川呀,都有当地的吐司 不过您要是翻阅史料啊 您可能就会闹误会 因为很多清代的史料当中 都称呼他们为苗子 乃至啊,现在的文学作品里 还有人啊,直接就把他们写成是苗族 别的不说,就是那个港台电视剧 《戏说乾隆》里边 不就把他们说成一群苗族人了吗 其实啊,他们是一群藏族人 这大金川的吐司沙罗奔呢 他膨胀了,就去抢小金川的地盘 当地他有这个清朝的驻军呢 四川提督就出动手下绿营兵啊 给这两家打合 其实啊,也有镇压评判的意思 可是啊,人家当地的藏族兄弟一看啊 呦,这管闲事的来了 于是啊,这两拨就合起伙来 一起把清兵就给干了个头破血流 可是没少死人哎 这件事啊,就报到了乾隆皇帝的价钱 乾隆皇帝听完了细节之后 我立刻就撞了 这不评判哪行啊 只是区区几个苗子 大军一到,立刻将大小金川踏平 可是这仗一打起来 这朝廷啊,是有多大脸 陷了多大眼 本来是想啊,快刀割韭菜 切着咔嚓 谁想到成了西瓜皮擦屁股 没完没了了 两次大小金川之意 朝廷花了二十几年 死伤清兵几万人 耗银七千万两 那有人说呢 这甭管是苗子还是藏族 怎么那么不好打呀 这个地区 首先说是道路崎岖,山高林密 其次呢,这大小金川的少数民族啊 有一种特殊的防御攻势 就是碉楼 清兵刚一到来呀 士气正旺 少数民族啊,就躲在这些碉楼里 他不出来了 等到你疲惫不堪,攻城不下的时候 这些个藏兵在出其不意的从碉楼里杀出来 所以说这清军的仗啊,才打成这个德行 于是这乾隆皇帝一咬牙一跺脚 就在香山附近建起了一座军营,设置了这支部队 建瑞营的小名啊,又叫做云梯兵 这下您明白了吧 听这名字就很有针对性 专门是设计的呀 驾云梯,攻碉楼的 建瑞营的演武场和其他的演武场不一样 这些个叫场上啊,建的都是碉楼 您现在要是去西山玩啊 香山上和这个中国国家植物园 里边啊,您还能看到这些碉楼的身影 总之啊,这练了兵,有针对性了 它也起了作用 咱也不管它是打了二十几年 还是花费了七千多万两银子 总之啊,最后算是打成功了 清朝政府啊,胜了这场金川之役 也成全了乾隆皇帝,实权老人的名号 说完了建瑞营啊,咱们再说说火器营 前两天就有朋友给我留言 说你讲清代的京城住房 你为什么不说这个神机营呢 嗨,其实这神机营啊,它就是火器营 只不过呢,您这神机营啊,它这个名称啊 它甩了,过时了 这个是明朝时候的叫法 到清朝以后啊,就叫火器营了 最早就是一群汉军 满洲人建八旗一使啊 之所以把汉军编入八旗 多数情况下 就是为了让这群人操控火器 清朝的统治者认为 如果是一冲一撞的跨马征杀呀 那还得是要靠这八旗满洲和八旗蒙古 那么操控火器这些人就不灵了 还得指望这汉人 于是他们就把明代投成的神机营士兵啊 规划成为清朝自己的火器部队 这些火器营的将士啊 就负责专门操演火炮以及鸟枪 鸟枪呢,当然也包括这个台杆 也就是工程炮 火炮呀,它并不是守城的那种红衣大炮 都是啊,弗朗基 属于是子母炮,宿射炮的一种 到了康熙年间呀 这康熙皇帝通过对蒙古以及沙俄的用兵 发现了这火器的重要性 于是就把这个火器营 编入了大量的巴西满洲和巴西蒙古 并且呢,所用的枪支 也从火绳枪改到了随发枪 到了乾隆年间 火器营成了建制以后 炮甲加上火枪兵 大概呀,有七千八百多人 那么火器营前边为什么要加个外呢 它既然有外,它必然有内呀 哎,没错 它最早的火器营啊 它也在城里 在哪啊 就在东丹附近,离王武井不远 各现在的北京城啊 那可是热闹中的热闹地儿 那么为什么到了乾隆年间 搬到了蓝电厂去了呢 那歌里唱得好啊 这蓝电厂火器营 住着一个松老三嘛 哎,这乾隆皇帝呀 也是出于无奈 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啊 这北京城已经很热闹了 耐不住寂寞的下三路的娱乐行业呀 就已经偷偷地潜入到城里了 您听王月波的评书 宋金刚鸭宝了吗 看似是个大宅门 以为里边住着 何是达官显贵 何是商骨巨富 实际上不是 里边啊 是个窑子 要不接呀 它是个赌场 皇上觉得这些兵啊 是越来越不着调 于是就干脆把他们迁出城 单独建营房 封闭式管理 有朋友就说了 你就不能捎在手的 讲讲这些个部队打过的战争吗 您哪 别着急 咱们讲完八七之后 就会讲清代 对内对外 发生的一场场战争 所以说 这听书啊 您就得有过日子的心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明天啊 咱们要讲一支这清朝八七军当中的 主力部队